那今天在我们所有目前可以参选国民 国民党总统的候选人当中 我认为我们卢秀燕市场 不但是被大家喜爱 更重要的是 他是唯一所有的候选人当中 没有被人讨厌的候选人 大家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台面上的每一个候选人 都有人支持他 但是后面都有人讨厌他 可是国民党的卢秀燕 是唯一一个不但大家喜欢 而且是所有各方势力 唯一没有人讨厌他的候选人 因此呢 在卢秀燕的领导之下 中国国民党总统大选这一局 才可以让不要让每一个人都有遗憾 才不要让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不支持那个人 我就必须要含泪投票 所以卢秀燕是唯一可以团结 全台湾所有支持蓝营 甚至超越蓝营的候选人 准备参选中华民国下一届的总统 大家说好不好 谢谢大家 大家